白化佛法 我们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12月19号星期二农历是11月初二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呢 这个讲一个因为我上次还有一个听众问了就是说 那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典故 那为什么屠刀一放下马上就能成佛呢 其实这是有个故事的 讲完故事之后呢 台长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过去呢这个京城呢 长安 这个有个人呢 这个姓本 姓本 他们呢 他呢就是说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人呢 唐朝的 长安呢 这个人姓 这个姓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姓仁啊 这个人 这个唐朝的时候姓仁 他呢本来是一个屠夫了 他因为有一个善导大师啊 在当时的长安呢 古长安呢 弘法步调 他就是劝人呢 神姓因果啦 劝人家不要杀生啦 改恶求善啦 念方 念佛人的求生西方 渐渐呢 哎 慢慢慢慢的 哎呦 百姓家里啊 这个户户断肉食啊 素食念经 念佛 哎呀 突然之间呢 这个 这个京信的屠夫啊 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这个 这个他呢 他一看 那 他 他在 一看肉摊 自己肉摊上的肉 一天比一天 难卖出去了 他心里呢 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的肉 越来越卖不出去了 跟人家一打听啊 原来知道 城里有一个 这个名叫 善导的僧人呢 啊 他天天在劝化人家 吃素 啊 劝化人家吃素 啊 叫人家求佛 拜佛 吃素 念经 行善 啊 不杀生 他心里啊 啊 顿生啊 那个愤恨之意啊 他非常恨的 啊 他回到家 哪里去 哪里去把刀啊 就闯到寺院里了 啊 他准备要杀掉 那个善导大师了 善导大师呢 他是一位高僧啊 他 其实 那些高僧啊 他们都有功能啊 都有那些 大的那个叫神通的 他的善导大师呢 一看着对方呢 哎 知道他得度的缘分 已经成熟 大家记住这句话 得度的缘分 得度资源呢 已经成熟 啊 就慈悲的 为这个屠夫啊 开示 并跟他好好地讲 啊 劝他呢 念佛 往生 希望净土 啊 跟他讲 那个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大师啊 啊 我们这个善导大师啊 他以其 道力啊 道力就是我们说法力啊 摇指西方天空 啊 摇指西方天空 空中啊 立刻 献出极乐 净土的庄严景象 当场让他看见 让这个屠夫看见了 啊 看见之后呢 这个屠夫啊 不由的从心中啊 一下子 生起 极其 啊 深刻的 对人间的 厌离心 啊 他恨人间的 啊 当即发愿 啊 大家记住 发愿 有的人发愿是什么呢 叫舍寿 往生 舍寿往生什么 一下子明白道理 我不要活了 舍寿就把自己的寿啊 舍掉了 往生 啊 于是呢 他爬上寺院的一棵树 因为他看见天上 西方极乐世界 庄严景象了 他在那里啊 合掌高唱佛 唱佛啊 阿摩阿弥陀佛 阿摩阿弥陀佛 我就这么唱 唱唱唱唱唱的 这个眼睛一闭啊 蹦 从树上掉下来 往生了 他往生了 当时呢 围观的众人啊 都看见 阿弥陀佛啊 来接引了 这个屠户啊 神士啊 从顶门就出去了 谁的佛呢 就吸去了 吸去了呢 就佛 来接引他呢 实际上就是佛 只要献出 他的佛像出来 他会跟着走 并不是说我来带着你啊 拿着你的手啊 就是佛像给你看见 你的神士就从顶门出去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当时放下屠刀啊 立地成佛的这个翻译的出处 啊 出处 实际上呢 这个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啊 因为 我看 有些 专家呢 在分析的时候 有很多的 啊 那个 一般的人呢 对这方面不理解 所以问了很多专家 专家可能没有 这个 把这些原意讲出来 实际上放下屠刀 意思就是 叫你放下幻想 啊 放下你心中的分别 执着 你不就是佛吗 不就立地成佛了吗 啊 对不对啊 你屠刀并不是 真正的杀人的屠刀 你说这些屠刀 能杀人吗 行啊 你的妄念 妄想 迷惑颠倒 分别执着 你说把你 不是自己杀掉了吗 你看很多人 啊 意念当中 有很多不好的意念 最后自杀了 不就是把你自己杀害 很多人自己做了 一辈子做错很多事情 你不是把自己杀害了吗 啊 对不对啊 所以 啊 杀贼啊 就是 放下屠刀啊 杀贼 并不是杀的什么贼 杀的你烦恼 心中烦恼的贼 啊 所以 我们说只有超脱的人 的境界 舍弃的人的境界 不再是人的境界 你才能是佛呀 啊 那么可能 讲了这个故事 很多人还会问台长说 啊 为什么 这个屠夫啊 啊 他能 就这么 一下子 他杀了这么多动物 其实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想一想 他不是一世的 他这辈子做错事情了 啊 所以我刚才叫你们特别当心听一句话 就是赛导大师啊 得知啊 对方啊 得度资源已经成熟 也就是说他的佛源开始成熟了 啊 他今天能够见到 赛导大师 他就是佛源成熟 他要 一下子开悟了 他能看见 啊 西方天空 庄严的景象 所以他一下子 杀掉了 放下徒刀了 他就一下子就成佛了 但是要记住一句话 舍寿往生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他把这些寿都折掉了 就是来顶他 这辈子献世报的 屠夫的罪孽 所以叫舍寿往生 所以他当机 把自己的寿 寿一舍 他当机可以 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 很多 啊 这个孩子对爸爸妈妈 特别孝顺 啊 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啊 孩子经常说 哎呀 我给他们 啊 这个舍掉自己的寿 羊寿 啊 舍寿给他们 实际上 这个也是一个 啊 能够振动天庭的一个 很重要的 啊 一个一个 善 善缘吧 但是要记住一点啊 因为你舍掉了 你永远就拿不回来了 除非你自己再重新放生啊 再许愿啊 然后才会慢慢的再增加 否则的话 你手舍掉了 一定就没有了 啊 没有了之后嘛 你 这个爸爸妈妈呢 有的拿得到 有的拿不到 但是呢 至少可以消掉他们一点业障 但是对你自己来讲 可能你就 啊 这个受舍了 一定就没有了 所以 今天呢 啊 跟大家讲一个中国 这个我们佛教方面的典故啊 叫放下土刀啊 利利成佛啊 啊 其实佛教认为啊 人具有佛性啊 你只要是作恶之人 能够弃恶从善呢 你也可以成佛了 啊 对不对啊 其实这句成语到后来了 就变成了 啊 你不管做多少恶的人 你只要现在停止了 你不做了 那你马上就可以改邪归正啊 痛改前非了 对不对啊 你可以 啊 过去说叫 弃暗投明啊 一样道理 好好的学佛 修心 这是我们最拥有的根本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下次我们节目再见